請注意 紫英編合粗俗用語 不適宜同及亦打爛人士觀看 走開 走開 常常都睡得不好 會不會關張床鬱事呢 Emma提供100晚無優勢稅保證 不合睡的 100天之內都可以無條件免費退貨存額退款 他們憑著德國技術 贏了40個國際獎項 無論是床褥枕頭還是床架 都有無數用家的正面評價 睡不著 在床褲中都可以上網頂 試到最耐心才自用 Try loud打破傳統 Try loud 難得冰格有位就是Donky走了轉 買了一大堆要雪的甜品回來 大部分都沒有寫點解凍 我只是拍之前那晚 由冰格搬去沒那麼凍我格 不知吃得了嗎 第一盒打開 有五個獨立包裝的蛋糕仔 Donky的牌仔 有些寫得不清不俗 買的時候價錢牌說是蘋果蛋糕 蛋糕仔不太大 半隻手掌都不夠 他每個都用紅色膠袋裝著 捏下去淋字淋字 還黏實個兜 不可以整個拿出來吃 他跟著筋仔 那我想就這樣挖就可以了 挖下去感覺質地很輕 入口有點像介乎焗芝士蛋糕 和吉士醬之間的質地 杯麵上面有塊都幾大塊的蘋果片 吃下去偏軟得來 都還有爽脆的感覺 但是蘋果味就沒什麼 只是好像浸過糖水那麼甜 那批所謂蛋糕沒什麼蘋果味 而是偏甜的芝士蛋糕味 雖然都真的幾香又幾滑 但是吃起來好像醬那麼軟 真是有點奇怪 我找完個盒都沒建議吃法 不知他本身 是不是不用解凍就能吃的呢 不過這麼貴又不是真的好蘋果 就算撿回整個質地 我都不會叫你買了 之後這盒一看就明 它是合光年味 和剛剛的盒同一個牌子 都是買129.9 蛋糕和剛剛那隻 差不多大顆 但是就有10塊 那豈不是便宜一半 它都是獨立包裝的 但是就沒有被羹 開出來的紙皮兜是攤得開的 可以整塊膏拿出來 看色水不是特別黑 面頭有些果仁碎 聞到有一陣偏大人的可可粉味 它吃起來甜得來就味不算低 是快走到黑朱古力那頭 開始有少少金虎味那種甜的朱古力味 那些果仁叫做有少少咬口 不過不算脆 存在感又不是很高 雖然碰落好像乾真真 但是它入口都是濕濕的 吃起來粉感不重 質地又很重 加上在雪櫃拿出來 凍凍的 每落還有少少像生朱古力 不過當然就沒那麼滑 我覺得它都算是一塊不錯的BROWNIE 還值得買過剛剛那盒很多 不過除開都要12.91粒 不知道你們又會不會買呢 不記得說今集是由最貴試到最便宜的 嫌剛剛那兩盒太貴的就要看下去了 之後這盒我好期待 它不止只有Tiramisu 盒面還有個阿婆在這裡 我問過Google翻譯 它說阿婆叫惠子奶奶 熱愛龍羹 做的芝士蛋糕還連續兩年拿獎 是不是很吸引 雖然豆糕有點小 不過好吃就可以了 是不樂似正宗的Tiramisu 一坨cream 不是加了魚膠粉的凍餅質地 雖然表面的可可粉好像很厚 但是吃起來是一點味都沒有 芝士的部分雖然好像輕飄飄 但是就有一種會漿口那種濃郁的感覺 而且還好像忌廉那麼滑 如果它不是那麼甜 芝士味再突出一點就好了 整盒感覺上有差不多一半都是那些濕手指餅來 而且還真的浸到很冷濕 但是只是有一股甜得來 有很苦的咖啡味 不是落酒那種來 我自己就喜歡沒有那麼甜又有酒味的那些多些 雖然未至於中伏 但是真的不覺得自己吃那麼漂亮 九十元刀來講 應該就沒有下次了 之後這件我肯定我有沒有解錯凍 加一它是放在不潔冰的雪櫃買的 一條裡面有四隻大過雞蛋小小的波波 摸下去都幾硬正有動油動油的 說明不是叫人剪開它 而是叫人找一隻刺穿它 我找了一隻牙籤對它 誰知它都真的幾實正 不是一刺就爆那隻雞蛋 正當我猶豫要不要剪開它那一刻 它就無論啦啦爆開了 不知是我刺得衰 還是它本身就是這樣 它出來好像一個爛了的波 不是真的圓滑滑的 每個波跟著一包焦糖碎 比例上分量都不少 它們吃起來不算甜 浸焦糖的苦味要專程碎才出來 所以如果你一旦噴入口就吞 沒有細心碎的話 那些焦糖碎其實不是好覺眼 我就覺得慢慢碎好吃一點 波波本身比起生命那隻白色的牛奶布 再硬身一點又濃厚很多 質地像正常的焦糖燉蛋的燉蛋 輕身一點 吃起來真的好幼細又好滑滑 但是蛋味就不算好濃 反而似吃煉奶布丁似的 頭幾口真心覺得幾好吃 但是因為波本身好甜 吃不夠一半已經覺得它太膩了 除非你失戀上田下安慰一下自己 如果不是 好像都是跟人兩份吃好一點 之後這件再便宜一點 賣69.9隻 是合焦糖芝士蛋糕來 開出來好像生夜一樣 跟封面張相差很遠 表面像燒爛了 多過一次焦糖 盒子四邊可以攤開方便你切 更好甜心感 用街拉幫你平均切開它 一碰到表面 都只會一點都不脆 它的確是有一層東西 但是要形容的話 我覺得它像雙皮奶的皮多些 不是特別甜或者特別苦 一點焦糖味都沒有 整個膏大概有三分一那麼厚 都是那層乾乾的又散散的海綿蛋糕來 幸好芝士蛋糕的部分質地認真不錯 好濃郁還好滑 夾完吃你不會覺得海綿蛋糕有多黑人真 它是沒有粉感的來 沒有空氣感的那種重新濃郁來 吃下去口感有些像三刻成磚忌廉芝士再輕身一點 它同樣都是偏甜 就味像忌廉芝士味混連奶味感 不算是芝士味很濃的那種 除了甜點之外 其實都混得蠻好吃 那種濃厚的質地 吃一點就可以很滿足 但是如果你期待的是重芝士味的話 可能就會有點失望 跟著這條蛋糕 在很多新潮凍肉店都看到 還好似平一折 我都是第一次吃 它出了很多種味 我就拿了最普通的芝士味回來 盒設計跟剛剛的盒好似 都是四邊可以攤開 還有雞拉幫你平均切 我聽過盒話 切了12塊 每塊來計算不算好大顆 一塊一口最多兩口都拍得完 雖然蛋糕有間條紋 但吃起來沒什麼特別不同味 是蛋味都很濃 質地都很濕的海綿蛋糕來 忌廉是重麵奶味的芝士味忌廉 雖然不是整個原心都填滿了那隻 但比例上分量都好夠 淡淡都夠Cream 不會乾真真的 中間我刀好像果醬的物體 真的有滑濃點精的感覺 它是不苦的焦糖味 加上整塊食 就好像吃著布甸味的蛋卷 這條東西雖然都是甜了些 但算是挺好吃 如果其他地方買便宜一點的話 都真的買得過 雖然說它甜了些 不過它已經算暫時試了這麼多款裡面 沒有這麼甜少少的那樣 如果你吃過這條的話 就可以測試之前的甜 你能不能頂住 比起剛剛那些 這盒真的算很便宜 一盒四隻味有12粒 都是賣30元 還要有支籤給你吃東西 丸子裡面全部都是沒有餡 最後就是靠面頭的醬 這排有些不開胃的啡色醬 是合桃味的 有那種磨碎果仁 是濕濕的質感 黑色這格是黑芝麻味 吃起來跟平時的湯圓盒 沒有什麼分別 你以為綠色這格是抹茶味 其實那排醬 是用毛豆做的甜味的醬 我自己一向都很討厭青豆和Friends 就不評問它究竟好不好吃 最後這格是我自己最喜歡的 是甜絲又美麗 醬還好像混了很多生粉那麼稠 丸子不是特別淋滋或煙 我還嫌它硬了一點 不過以即食甜品來說 我覺得不像拆紙膠 還有一點點彈性都可以收貨 這些傳統甜品 當然一隻味都是甜到奶 不過比起那些全都是白豆用的和菓子 這些都算容易入口 平均地買來過癮我都不會阻止你 不過就真的不用試試味混合什麼味 試了這麼多東西 沒有一樣我會說難吃 有不少還挺好吃 尤其是Jaco說的甜品 他們還真的特別滑 不過吃這麼多樣 最大的感覺都是很甜 他們未知甜到入口那隻 不過都是那些 你多吃幾口 就會覺得流到要半水那隻甜 還是我年紀大 不吃得甜 所以覺得他們太流 如果撇除太甜這個問題 其實我覺得 合browney和燉蛋波波 都混的挺好吃 就不像便宜 但是要找到的話 最大機會 都是那條我覺得沒那麼甜 又又長長的蛋卷 如果你甜得起 又不嫌貴 我覺得你隨便挑進來 都沒只要重複 嘻嘻